介绍科技发展以及科技伦理 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会介绍两个小单元 第一个小单元会介绍资讯科技 第二个小单元会介绍所谓的生物科技 那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第一个小单元 第一个小单元资讯科技以及资讯伦理 那什么叫所谓的资讯科技 它指应用多媒体网路电视或电话等资讯设备 进行收集储存及传输文字图像和影音等 以快速处理资讯的技术 这个就统称都称为叫资讯科技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 其实时时刻刻都在运用所谓的资讯科技的部分 不管是用多媒体或是网路也好 我们常常或是一些现在智慧型手机提供的一些软体也好 我们无时无刻都在做一些收集储存 还有传输文字图像和影音等等 那在学生当中常常运用的资讯科技里面 有可能我们常常会去下载一些我们想要听的音乐 不然就是我们想要看的影片 那除此之外我们也常常会去下载一些 去下载文章透过复制跟贴上的功能 交代老师给你的作业 但是不要忘记了 当我们在享受资讯科技的便利的同时 我们可以在资讯科技找到我们想要听到的音乐 我们想要知道的知识 然后想要看的影音之外 但是有时候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得到所谓的这些智慧财产的当事人 他同意 这时候我们有可能违反到所谓的资讯伦理的部分 而且可能触了法 那在常常我们在学生或是大案里面 我们不管是在资讯科技里面运用他这些功能 我们有时候无时无刻 其实我们已经触犯到所谓的智慧财产权 那智慧财产权里面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三类的法律 比如说著作权法 商标法以及所谓的专利法的部分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叫著作权法 跟同学警戒一下什么叫著作权法 什么情况之下你是违反了著作权法 第一个部分我们来介绍一下 比如说我们有可能像比如说大学生他很穷 那全班买了一本正版的书 其他的书我们就透过拿到影音店去印整本的书 我们有可能触犯了所谓的著作权法的部分 那我们想要听音乐 或是看某一个线上的影片的时候 那我们都没有得到所谓的这些 不管书音乐或影音也好 我们都没有得到这些智慧财产的当事人 创作的当事人答应 于是我们就为了自己的便利 透过资讯科技的便利下载的书音乐跟影音 这时候我们就会触犯所谓的著作权法 再来什么是商标法 比如说这是一个体育用品的商标 它英文名字叫Puma 它有出球衣或球鞋 那有一些人他为了赚钱 他还欺骗消费者说他的也是Puma 然后他是副厂牌 然后透过这个原版的商标 然后复制一个所谓的副商标 像这样子的方式 其实就会触犯了所谓的商标法的部分 那第三个在我们这场生活当中也有可能去触犯到专利法 那什么是专利法 所谓专利法就是比如说A公司他发明了这一支不沾锅的那个 A公司他研发出一些 A公司他发明出了一个让家庭主夫在炒菜炒菜做饭的时候 这样东西放到这一个锅子里面都不会沾黏 就叫不沾锅 那A公司发明了这个之后他也去申请了所谓的专利 只有我A公司可以用 这时候B公司看到这一支不沾锅 他可以赚那么多的商业利益 于是他也去模仿一模一样的所谓的专业技术 开个B公司 这时候你有可能就会触犯所谓的专利法的部分 那接下来网路虽然带给我们便利 但是有时候我们在网路上面 我们有可能会深陷第一个 比如说网路犯罪当中 然后我们的资讯公开 偶尔有时候会去侵犯到别人的隐私 别人去侵犯到我们的隐私 那在网路世界的时候 我们也有可能成为一个传播色情的一个人 再来就是传播病毒的人 因为他都可以透过一些骇客的 然后写程式的方式 透过你的个人资料 然后再连结你的朋友 再偷取 窃取你朋友里面的资料 然后作为他犯罪的一种工具 所以在资讯科技里面 带给我们便利 让我们资讯透明之外 其实某一些部分我们要去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不要去触犯了一些法律 然后造成自己不必要的麻烦 关于大众违反的一些所谓的资讯伦理的部分 那政府应该如何去做一些立法上的因应 政府关于这些资讯科技里面的规范部分 他做了一些所谓的资讯立法部分 他透过所谓的个人资料保护法 来保障我们个人的资料 而不被公开 然后不被冒用 再来 国家也立了一个叫所谓的 在刑法里面定有一个所谓的 防害电脑使用罪 避免骇客进到你的电脑里面 做一些违法勾断的部分 这是政府在防范所谓的 资讯科技一些负面的时候 他可以做的立法部分 立法固然他是可以保护我们之外 其实最重要我们应该是要做到 所谓的资讯伦理的部分 在资讯伦理里面 他无非就是要建立跟约束 培养使用者 他可以透过自律跟自重 还有手法的方式 来遵守在资讯科技里面的一些游戏规则 透过这种自律、自重跟手法的方式 才可以让我们在资讯科技里面用得安心 那接下来这时候我们刚刚一直谈到说 在资讯科技里面 是不是我们会常常触犯到智慧财产权 那这样子过度的保护智慧财产权 会有什么样子的恶果产生 有可能造成这些智慧财产权人、著作人 他的好的作品无法共享以及流通 这时候人民就没有办法享受到 因为他智慧带给我们的生活上的进步 便利以及文明 City如何是好呢 政府在近几年来 它为了调和所谓的社会公益以及文明的发展 它告诉民众说可以在合理的范围里面 分享及使用创作跟创新的结果 像在学术界这几年推展的非常有一定的成效 比如说我们常常看到的创用CC的部分 透过创用CC的部分 不要告诉民众可以在什么样子合理的范围里面去分享使用创作人 他的创作或创新的结果 另外除了创用CC之外 其实政府也在著作权法里面 允许民众如果在学术教育 或是个人利用 它是属于非盈利行为就是非商业行为 它其实也在合理的范围里面 你也是可以引用他人的著作部分 或是比如说另一种情况是 当著作材产权超过法律保障的权限 比如说著作人死掉之后 过了50年之后 这时候他就丧失了所谓著作财产权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自由的使用它 而不怎么样 不会有所谓的犯法的疑虑 可以